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价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姜葱鱿鱼 昨天还剩了那么多鱿鱼 太多了买的 现在我们来处理一下 把鱿鱼处理干净 这鱿鱼我今天整个做 把里面的黑末取出来就好了 眼睛错开 取出牙齿 把这根软骨取掉就好了 好 现在把鱿鱼已经筹理干净了 各一边备用 我们准备点辅料 算对半开 小个的就不用了 辣椒主要搭颜色 把这头切掉 两个姜切成小块 一大把葱 葱白部分切长段 葱叶出锅备用 现在食材全部准备好以后 接下来准备个大锅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锅烧热加点油 爆香一下葱姜蒜 灯笼辣椒 今天的辅料有点霸气有点多了 这一大盆鱿鱿就需要那么多调料 炒出来才有那个味 爆香以后 直接把一大盆鱿鱿下锅 翻均匀 非常原始的做法 我们海边能都这么吃 加一大勺料酒 我们少加一点盐 把它翻均匀 盖上盖子 走五到六分钟 基本就好了 现在时间到打开锅盖看一下 哇塞 这鱿鱼很好不会缩水啊 这样就熟了 加把葱段 就可以出锅了 满满一大锅 好来今天这道家庭版的 比较原始的做法 炒鱿鱼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品尝一下 非常口感 烹脆 火候恰到好处 这汤汁好吃 这鱿鱿太棒了 这鱿鱿很好 一点没有收水 烫死了 走鱿鱿鱿的时候 时间不易过久 因为这油也没有冰冻过 原始海上拿下来 就是原版的 比较生鲜 好了 我可以慢慢品尝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